三 三 四 四 五 二 三 四 四 周深 老师 你的缺口可以落成 谢谢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五 三 二 三 四 五 二 四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三 四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四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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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腾讯游泥榜22日凌晨更新了上一周榜单 恭喜周深先兴取圣楼以97.64的总和得分夺冠 达成了三连冠 五大维度中的推荐度和传播度也实现三连冠 而小美满这周又是Top2相差0.02 太卷了 能打败周深的只有周深自己 近日周深在美国纽约联合国中文日之行影响很大很轰动 周深这次的联合国行程是一次全面破圈的 就正面影响力的传播 央视一套13套央视6套的电影频道报道栏目 报道了热点消息 展现中华文化之美 周深在联合国现场中文歌曲 介绍了周深演唱的三首歌曲 《大鱼》演唱片段以及发音要点 还有凤凰台、美国中文网、CGTN电视台的报道 以及各大网络平台、新华社、央视新闻、央视频、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等管号报道 还有一些媒体跟进发布等等 抖音指数破260万 微博仅仅周深受邀参加联合国第15届中文日这个话题阅读量就1.6亿了 还有多个热点话题 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等平台热搜第一 真的是全方位出圈 高度、深度、广度全都有 非常厉害 是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一次传播 参考消息报纸报道了联合国中文日活动以及歌手周深的消息 此次联合国的活动算是第一次正式推出周深 让他站在了娱乐圈之外的世界 这是一次正面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重大意义的一次输出 不光中国人看到的 是国际的都能知道的一次活动 周深作为一位中国歌手 能够参与到联合国中文日这样的国际性活动中 本身就是对他音乐和文化传播能力的一种认可 此行中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艺术成就和文化素养 也体现了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国际事业和责任感 妥妥文化输出的点赞 为周深点赞国人的骄傲 我要找到你多少年不管 无论你会在世界那一晚 你要等着我 抹开了人海 让你的身边来 公众人物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社会影响力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褒奖了 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因为音乐而去认识到的 来自陌生人的爱和陌生人的支持 我觉得自己唯独能做的应该就是三个字 不浪费 我不要去浪费这样的爱和这样的机会去传递大家可能更温暖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看歌迷的我的深迷的他们的评论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在很多沮丧的时刻失望的时刻 他们会通过一首歌拉起来 而前几天也就是一位个朋友通过光亮的那首曲作者 前雷老师的微信他就说是那首歌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大汉 居然居然在半夜的时候听哭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自己的惊喜吧 我没有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歌手可以收获这样的一个福气 所以我觉得不浪费这样的福气和不浪费这样的这样的机会 去给大家一个拥抱 就是无论任何时候你需要一个治愈的时候 我都在这里都希望大家可以收听周深的歌 另外恭喜周深升级全新身份 由系列中国区代言人升级为品牌中国区代言人 24日在上海新世界大碗百货 将有新品线下发布会 据说深深将惊喜现身 不行不行 不够软 是在说我的声线吗 我再试试 好多了 但光有润也不行 看能不能吃酒通透些 不愧是你真正做到两面都厉害 IPSA 流金粉底液产品拍摄部分收工 谢谢大家 IPSA 全新流金粉底液 水润天赋不卡粉 24小时 池色池妆 超水润 超池妆 青丝无妆 影霞不影光 一整天 浸透细无瑕 全新流金粉底液 IPSA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 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 上海战将于4月23日20点开始预售 大家不要错过了 9.29赫兹这个频率超越了人类的听觉极限 却成为了周深音乐探索的象征 此次周深的9.29赫兹演唱会 周深将引领我们穿梭于无形的声音世界 探索那些人类耳畔难以捕捉的频率 将它们转换为触动心灵的音乐诗篇 让我们一起期待在2024周深演唱会 周深带来的精彩演绎和音乐奇迹 拜拜 今天唱得特别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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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音乐剧场的魏力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生日就是六六六 我说六六 来 要有好多 还是愿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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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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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身体 妈妈 别人去爱把某身体 女人去爱把某身体 妈妈 来美国开演唱会 看演唱会 看演唱会 快乐 好 音乐是最有可能去跨越国界 跨越语种 去给大家最直接的 印象的一个媒介 所以我觉得作为 到后来我成为一位歌手之后 觉得自己也很幸福 可以去通过自己的技能 去展示自己 国家独特的文化的美 然后去展示自己 想要表达的情感 对 我觉得这都是 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联合国它一直也是 一个促进和平 促进美好世界的 这样一个组织 一个地方 然后刚好在这里 如果能用中文去畅想 和平送这首歌 我觉得